我们来到一带风灾受灾严重的布局 这边临近河当时泛滥成灾 在这边有些房子呢 发现已经没有人住了 那么大家也担心万一风灾再来时要怎么办 未处地窝的布局镇 风灾后水淹灭顶 毁损的房子不少已空无一人 这里有些家里有人 因为这里工作有支付 但是家庭都已经在那里 女儿和孩子都在那里 这里为什么 因为这里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明天再次再次出现 所以我们的想法是去生活那里 不仅是在城市 也在铃鸽鱼 也在铃鱼鱼 我们都带来到铭鱼鱼 临近的布局河是当地农业灌溉的主要水源 没想到一带风灾时 河水泛滥淹没河岸地带 五个多月来仍可见淹水痕迹 在14天 水到那里 在17天 他到那里 所以在2天 然后他下来到那里 四季圆建勘察团一路摇摇晃晃 从亚马郡亚马镇到呱啦呱啦呱啦镇的道路颠簸 光是去城超过两小时 不少不齐镇的居民迁居至此 这是团队勘察帐篷区以来 第一次见到 有树也有花草的景象 我们现在看到呢 这边围了竹笠巴 一块一块围好的地呢 都是政府提供一户户 一户大约是180平 不过现在呢 大家住在的地方 还是NGO团体给的这个帐篷 而这个帐篷呢 尽管现在哦 还是墨三比克的冬天 但是在里头呢 又闷又热 而且场地非常的小 这么小小的一块 大约两平大的这个睡觉空间 所以大部分呢 白天的时间 大家都是在户外做活动的 近2000户安居在此 实际计划新建大爱村 曾在中国大陆菲律宾 缅甸等东南亚国家 考察的农业专家观察 几个帐篷区的农作 都是粗方式 引进农业技术 才能解决平民 三餐不计窘境 我们在当地 目前所看到的 很普遍性的都是 属于那个粗方式的种植 所谓粗方式的种植 就是它认为 它把种子或植物 栽种下去之后 就是靠天吃放 如果这一次没有下大雨 或者是气候正常的话 它可能就有收成 驱车跟着两位农业专家 前往农根用地的预定地 树豆 这个是可以生产的一种作物 因为树豆在全世界都缺滑 蛋白质含量很高 脂肪含量很少 大海村看那个树鼠 那个土壤是很松软 看起来长得很漂亮 所以它扦插就会活动 之类推广有机耕种的黄博士 观察当地土壤气候变化 期盼为平级大地找到新气机 8月份虽是莫斯比克的冬天 但白天气温也达30多度 专家建议种植耐害作物 但水源不足是大问题 基村农舍的观念 期盼打造有家有缘的大爱村 带新闻 盛容心理健宽 在莫斯比克采访报道